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眼中究竟看到了什么?一起来听 佛教来源于印度,在汉代的时候传到了中国,唐朝的时候得到了发展 但是很多人对于佛的看法,认为佛是神明,只要多拜一拜佛,我们就会有着好的运气 但是,创建佛教的释迦摩尼说,这世界根本没有神 为什么呢?佛教到底是什么呢? 1.佛祖的生平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印度就有了佛教 但是起初的时候是不被人所接触的 因为佛教并不信仰神,而是悟道之人,像是哲学派 关于佛祖的生平是这样的 释迦摩尼出生在距今2500多年前,就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 当时的古印度是处在十六国病历时期,到处都是充满着战乱 释迦是一个古老的部落,统治着古印度东北方的加皮罗魏国 国王是被称作禁贩王 而释迦摩尼就是国王摩赫摩耶夫人所生 释迦摩尼佛是在兰皮尼无忧树下生的 名字为乔达摩西达多 而且,他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故事 他离开母体的时候没有哭闹,而且还能够站立行走 他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走了七步 又指了指天空还有地下 说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说完之后,双脚没了力气,突然大哭了起来 而他的母亲生下孩子的第七天之后去世了 那天冒着金光 这样的现象很奇怪 很多学者就在研究释迦摩尼佛走的七步 还有他的母亲七天之后去世 两者之间是否有着联系 这些学者发挥在佛教当中 有着七情、七构、七心界的说法 还有着关于六道轮回需要七七四十九天的理论 可见,七在佛教当中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的 后来西达多就在宫中长大 到了八岁的时候 国王就给他找了老师 传授他文化还有武艺等知识 父亲管教很严格 没有让他去到皇宫外面 因此西达多也就没有信任何宗教 在西达多成年的时候 父亲就给他安排了婚事 西达多有三个妻子 而且还有一个孩子 他一直生活在皇室里 过着优越的生活 帮父亲处理政务 但是他的人生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有了转变 就在西达多二十九岁之时 他跟着侍卫出去打猎 遇到了一个生着重病的老人 老人很瘦 只剩下一层皮 老人嘴巴里一直在自言自语 当西达多王子去到老人面前的时候 问他在说什么 老人就说 在向神灵祈祷 希望能结束痛苦 接引他能够去到天国 然而西达多回到皇宫之后 一直在想 为什么老人要去祷告 神灵又怎么能够去接引他 怎么结束痛苦 这些想法 一直围绕在西达多的脑袋里 他提出了很多问题 为何有些人生下来就会衣食无忧 有的人吃不饱饭 有的人健康 有的人生病 还有 人为什么会死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还在想 但是始终都想不通 于是 他就决定第二天去寻找 投身于宗教 想要找到答案 所以之后 我们就称他为释迦摩尼佛 二 佛陀的求法之路 释迦摩尼求法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人 他先是遇到了数论派的上师 而数论派是婆罗门教的六个哲学派之一 他们也是不承认这个世界是有着神的 是无神论的一个派系 他们说 如果想要理解这世间的事物 就要觉醒自己的意识 达到一个静的状态 只有达到了无我的状态 才能够去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 而释迦摩尼就按照这样的观念进行修行 几年之后 他能够进入了无我的状态 但是他并不满足 因为参透不了世间万物的真谛 之后 他又遇到了一位上师 优陀罗摩子 他说要做到 非想非非想的状态 就说要忘记自己 不要受到五官的影响 而且还要在这个状态之下 进行意识的觉醒 释迦摩尼不断地修行 最后也成功地做到了 但是仍然没有解决他心中的问题 于是 他就带着弟子去到了深山里面 进行苦修 六年之后才出来 在这个阶段 他每天只吃一顿饭 希望让自己受到折磨 但是 这个方法并不能够让他成功悟道 也因身体原因 晕倒在树林边 他被一个路过的牧羊女所救 释迦摩尼佛清醒之后 也明白这样的苦行 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这其实 跟在皇宫的生活是一样的 两种生活方式不同而已 一个富裕 一个贫穷 于是 他就决定不苦行 也不仅一御食 他去到了菩提树下 立下誓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一定要悟道 他待在星空之下 七天之后 他看着天上的繁星 终于明白了心中的疑问 三 佛祖悟道 释迦摩尼佛已经悟出了道 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说道之徒 在旅途中 一直有人加入他的队伍 无论是王子 还是乞丐都加入了 他为了能够普度众生 走访了古印度各个地方 在八十岁的时候 释迦摩尼最后一次说法 他告诉自己的弟子们 自己即将涅槃 让弟子在地上铺好卧具 释迦摩尼的头朝着向北的方向 身体面向右边 右腿放在了左腿上 弟子围绕在释迦摩尼佛身旁 最后一次听释迦摩尼说法 在晚上的时候 释迦摩尼就在树下圆祭了 之后 他的弟子就为释迦摩尼 诵读经典 整理了释迦摩尼一生的理论 会编成了经 律 论 弟子们走遍了很多个地方 也延伸出了许多的宗派 有着自己的修行 但是 他们都奉行唯一一部经书 就是阿含经 因为这部经书记载着陀佛悟道的理论 四圣地 八正道 以及十二因缘 四 佛陀领悟的佛法 佛陀认为 众生是生活在苦难中的 苦的原因是因为贪嗔痴 所以 人生就开始了 出生其实就是五蕴的显现 而五蕴指的就是人的五感 死亡就是五感的消失 我们从生到灭 都是凭着因缘 缘生缘起的状态 其中还有着无常在影响我们 这个无常是无法控制的 就是生老病死等等 而我们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而担惊受怕 我们害怕失去 害怕死亡 所以就会有着贪嗔痴 我们只有断了这三个毒 才能够断掉苦难 就像佛陀所说的八正道法 意思就是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就是佛陀所悟出的道 五 佛不是神 是觉悟的人 我们从佛教的发源可以了解到 佛有着觉悟 他们不是神 其实 很多初学佛法的人 认为佛法是宗教 还说他们是神明 其实并不是 佛是有着觉悟的人 他们是通过修行悟道的人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有了觉悟 我们也是可以称作佛 但是 这其中也是有着标准的 不是每个人都说自己觉悟了 就可以称为佛 在生活中的时候 有些人常常会说 自己很善良 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但是自己却很倒霉 但其实 真正善良的人是不会抱怨的 他们的心是纯善的 所以最低的标准 就是要学会善良 要真正做到善良 但又有些人会说 我们只是抱怨 没有伤害别人 为什么我们修行不成功呢 其实 有这样想法的人 潜意识已经在伤害别人了 因为有了这样的念头 一句抱怨也是会伤害别人的 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这叫做不善 所以在修行当中 一定要记着一个最简单的标准 就是善良 真正的心善 就是一心只为别人好 不计较 如果遭遇到了误会 也不会放在心上 如果你一直做着这样的事情 慢慢地就会悟出道理 比如星云大师 他是在扬州的一个小镇上出生的 家庭条件不好 他的家庭是信佛的 所以在十二岁的时候 星云大师就出家了 他在寺院里面修行了十年 当时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 星云大师受到了一些磨难 到处流浪 还被关进监狱 这些经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 雾透佛性 他在一九六七年的时候 创立了佛光山 给了很多人信心 还有希望 这些是真实的经历 佛也都是经历了世事的人 有血有肉之人 并不是什么神明 现如今很多人觉得 佛很高身 盲目跟从佛 如果想要发财就可以拜佛 自己不顺利就会拜佛 这完全就是将佛当成工具了 佛是有着觉悟的人 佛陀以及那些高僧 都是去印证了这一点 他们用自己的经历与智慧教导世人 有着慈悲的心态 有着众生 是为了让更多人找到自我 解除贪嗔痴 内心更加自由快乐 因此 如果想要修行成功 就要解除贪嗔痴 心中保持着善念 才能够悟到 而不是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 拜一拜佛 就能够修行成功 真正的修行 就是要为了他人所想 只有怀揣着大爱 才会有着福报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转发 感谢您的词